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很短树往中间靠 两个树离得稍微近一点点 不要离太远了 这个点是右点 也可以处理为条点 撇画 撇和树是连接的 注意一下 这个撇画不要太低 撇和树的连接点不要太靠下边 因为撇和下面的横画是不连接的 看到吗 撇和树是分开的 左点 握个树站 右边的要超过上面这个外延 点点 这样子 显得恶得卸法 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上边的窄一点 下边的宽一点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 吸 休息的吸 这个上面是个自己的 自己要更窄了 但是呢 要注意一下 四个横画的间距关系 差不多 略靠左 这个点画 这边呢 超过往回钩 点 点 这样子 上展 下宽 其实我们前面第一期讲过的是这一期的 其实我们在书写的就比较好写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 恋 恋爱的恋 点和恋呢 注意这个地方 点和恋要分开 点略靠左边 握钩右边呢 这个地方超过上面的部分 条点 再写这个点 可以带一个连带的关系 这个条点呢 我写的太大了一点 这个字呢 我们呢 重新再写一遍 在这个恋爱的恋当中 这个条点不能写太大 这样子的 这就好了 好 这样还可以把这个更夸张点 就上面呢 这个E这个部分写的窄一点 下面部分写宽一点 都没什么关系啊 好 这个字难度不大 我们再看下面的啊 这个 这个字的笔画会比较多 旋 旋真竖的旋 旋崖的旋 窄 间距 这个可能稍微长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太长 写这个线的时候注意一下 它和我们写读体字的线呢 有一定的区别 读体字的这个线的长画 那个横画会比较长 这个点画也比较长 而且这个点呢 它和这个匹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点的末端和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平正的关系 但是写这个字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点呢 它要比这个地方要高 整个字呢 倾斜都是一个 笔画 横向笔画 都是一个倾斜的一个态势啊 那么这个点略靠左边点 写这个点呢 是要注意观察这个 横 这个撇横的 这个横画它们的一个坚决关系 稍微低一点点 我拉长 超过观言证 出钩 点 再点 这样子的 这个旋 几乎就这样子 写的数呢 就在这块呢 它的一个坚决关系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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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地方呢 应该差不多 悬数不要太大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字呢 是 思想的思 思想的思 第一个竖画 也会略往左倒 写这个字呢 竖画当中还可以把这个横画略为出点头 但是在规范字当中 这是没出头的 点靠上 略偏左 往下拉长 然后 勾出去 点 点 这个思相对于这个前面这个旋来说 就扁很多了 对吧 就这个地方 这个田这个部分处理的比较扁 其合思想的思啊 有一个字 大家也是弄不太熟悉的 我们先把这个思讲完吧 这个思呢 上面这个田部 横竖的 它的一个坚决关系 也是差不多的 这个呢 往上靠 左边 略出头一点 右边的触得会多一点点 好 那么和这个思有一个容易弄混淆的是什么 是N 感恩的N 这个地方呢 我也再书写一遍啊 这个树正和丝不一样 丝的这个树是略倾斜 这两树都是正的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丝呢 上面这个田是个扁的 而且比较宽 而且比较宽 这个呢 上面这个音呢 会比较窄 而且它的竖划是正直的 那我们再看后面的部分 写完啊 拉长 往回钩 点 点 看见了吗 这个N和这个思 它在形态上是不一样的 思呢 是一个 比较矮胖的这么一个字 但是这个N呢 它是一个相对思来说 是一个瘦高一点的字 看见了吗 它在形态上有区别啊 就是在注意在上面这个处理 音和这个田的处理上面有区别 好 这个N呢 我们是通过思研整出来的 那我们再看后面最后一个字啊 最后一个字是 西 西 尼的西 第一个笔画是平撇 点 这个横端稍稍长一点点就好了 笔上面这个平撇稍长一点点 注意这个竖画不要太长 好 这个点画拉的比较长 那么写这个横竖撇点啊 这种组合的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再强调一下 这个撇呢 它并没有完全的从这个横竖竖的交叉点 这个地方起笔 它是略低一点点 对吧 撇画和竖画它会有个跌比 大家可以看这个撇和这个横 它是没有跌比的 对吧 好 然后就这个点啊 不管这个地方是点画还是纳画 在处理的时候呢 这个点的起笔 它要比这个撇的起笔要低 略低一点点啊 这种类型的木 类型的字啊 像写木啊 和啊 都是差不多的 包括还有一个独体字 不 不知道的不 这个字的写法一样 待会我们把不这个字 我们也给大家顺带的写一下 因为这个布也不太好写 好 我们再去看后面的啊 点略偏左 往下拉 超过之后呢 勾出去 点 点 这样子的 细腻的细就这样子写的 同样的是上面的 下面宽 我们刚讲这个布啊 这个布呢 我给大家也做一个示范 这个布呢 第一个横画不要太长 撇画起笔 偏右边 竖 撇画会比较长 竖呢 在正中间了 这个竖画你看看 这个地方比这低啊 然后这个点画 大家可以看 如果这么写到 这个点画就很低了 看到了吗 这样子 那么这个点它并没有从这个地方起笔 它是更低的位置起笔 在这个 这个下面应该是凭证的 那个一个感觉啊 可以把这个不用写那么夸张啊 还可以写的就是这样子 写的这个横撇啊 直接一笔写过来 横撇 这个竖呢 短一点 这样子 这个布也可以这么写 对吧 像这种转型书就好写了 转型书就直接是这样子的 这横撇端点点 布的行书就这样写的 对吧 这个呢 是题外话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行书呢 我后面会有做专门的专栏 行书先不讲 好 今天的关于以卧钩作为主笔的六个汉字的书写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观看无微的视频 祝您生活愉快